好 這個有一位男生 他控訴自己騎機車 到新北市的一間加油站 他加了三百零五塊的油 那加完以後 他才被告知說機器故障 沒有辦法刷卡 那這個男生身上又沒有現金 因此跟加油站在那邊僵持了 一個多小時 最後加油站總公司協調 把他的身份證留下來 叫他隔天再回來付錢 這男生覺得他很委屈 他甚至打算對加油站提告 妨礙自由跟強制罪 因為應付一直開 這個先請教一下雷秋律師 這樣的罪能成立嗎 其實妨礙自由很多種 強制罪是其中一種 比如像恐嚇其實也是一種妨礙自由 總之強制罪這個其實不難判定 就是說你有沒有強制嘛 那就是有沒有用強迫的手段 讓他不能夠抗拒的 那聽起來他們只是在協調 就是我不讓你走 就是他真的要走 加油站沒拿他沒辦法 所以這種情形來說 強制就是不會成立 不成立 不會成立 然後呢 這個 因為加油站的刷卡跡壞了 加油站說 可是隔壁就有超商可以提款 是這個男生堅持要用儲值卡付款 他不願意去提款 然後呢 是這個男生自己去拿起 你知道加油站有一種是人家幫你加油 還有一種是自助加油 它是非自助加油區的加油槍加油 員工自然來不及告知他沒有辦法刷卡 那錢宜你覺得什麼人比較有道理 我覺得是 他應該 他這個 他如果非要用儲值卡 他應該是要擠點數 因為有一些那個加油站 他有那個付的時候 他有一些點數 點數會有些回饋 可以旁邊有超商可以換東西 對 這個什麼人比較有道理 要就加油沒有付錢 所以我覺得應該 應該也是要跟他要 要證件或值錢東西留下來 不然他跑了誰知道 但剛好知道他有證件 不然他如果沒有帶證件 不然就拿他的手機 不然就身上 手機拿什麼他會在乎的東西 就好 對啊 因為以前我有在加油站打過工 都有遇過這種奇怪的事情 三百零五 那不可以放他 不可以 放他一碼 三百零五對一個學生來講 是很多的錢 加油站付 不行 那個你當時是誰幫他加油的 到結帳的時候那個人要賠錢 那個我以前打工的時候就這樣子 對 這個 這個他買不到去 他旁邊都可以提款 他為什麼不提款 他應該是想要儲值 所以他不想要去提款 也可能他也沒錢 他只能夠儲值在那個裡面 也有可能 像我以前有在那個 做那個大業班 大業班的那個加油站 有一次我也是遇到一個這樣的客人 他那時候我記得他來 那時候還沒有自助加油 都是人工的 很早以前 我就把他加油 那時候我記得他跟我講說加滿 加滿好像也是加了 大概他那個機車加了三百多塊 對 結果他輕輕的有沒有 告訴我 不好意思 我只剩下一百五了 我們兩個就對看一下 所以那那怎麼辦 怎麼辦 攝影機在拍那怎麼辦 你要跑掉嗎 我可以報警 後來溝通之下 我就說我有辦法了 後來我就去拿了一根那個吸管 把他的油吸百五十塊出來 另外那你 你本來是 你是加油機呢 對啊 那你要吸油去哪裡 他摩托車不是有加油孔嗎 大家有養過魚吧 紅吸原理這樣 我知道啊 吸一下 吸到一個寶特瓶裡面 因為至少我可以還給 我們的那個站長 不然的話 我要賠那個一百多塊 我把它吸出來 我本來想說 下一個客人可以倒給他 結果那個晚上沒有人要 那一壺的油 我說實話 我也吸過汽油 對 因為我以前當兵的時候 我是管那個後勤 那我們當時的長官 常常會帶外面的 外面的朋友 就來加捐重的油 他就要做那個什麼 做管理給外面的人 都說晚上把他叫起來你知道嗎 你知道那個油桶很大嘛 我就要去用吸的 把他用吸出來 然後把他接到他的 嘴巴吸出來 對啊 用嘴巴吸 那叫紅吸原理 那紅吸原理 你知道紅吸原理 我知道 技術太差才會吸到 對 還會吃到 一定會吃到 有時候會吃到 有時候會吃到一點 真的 我就吃過 那個不舒服 因為他會挖性很強 柴油更難過 都吃過就對了 汽油還比較純一點 台灣會說很適合 你知道嗎 那也很辣 對 所以那中油都會給你一罐 那個牛奶 去化學 真的嗎 中油以前都有送牛奶 現在我不知道 以前打工 他每天都有給一罐牛奶 還都解毒 還沒辦法喝 所以把它吸出來之後對不對 他就 我還跟那個騎士說 你看我吸出來這一點 應該差不多 百五個差不多 差不多 說這樣就可以 就那天我就沒賠到什麼錢 黏教律師 如果碰到這樣的話 應該怎麼處理 其實法律上有東西叫做 劉志全 你說 實際上就是說 你錢沒有付我 你是可以扣財務 像劉志全最多可以扣汽車 扣整台你知道嗎 一加一個油 你才可以讓他在車 但加油比較難 劉志全本來是說 我去修車的時候 對 修理 你那個 結果我修好之後 你不付 我就本來給我 等到你來 那加油呢 家裡我覺得可以類推使用 但是說真的 我必須講 劉基車在那裡